好,好的 大家好 因郑士姐的安排 我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代浮诊针灸的离床应用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浮诊针灸 我们把这个概念先清楚一下 浮诊针灸就是先通过腹部的处诊 来发现阳性体征 称之为腹针 然后呢,根据腹针来制造针灸 治疗的这么一种方法 我们看这个浮诊的起源与发展 可能浮诊呢,大家平常在临床中用的不多 浮诊呢,它大约就起源于中国清汉时期 因为在内经 特别是在南岸经和伤寒论著作中呢 都有着关于浮诊的相关论述 或许是由于这个封建礼教的原因吧 浮诊技术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反而是东传日本之后 在16世纪日本的江湖时代 得到了彭博的发展 涌现出了大量的关于 这个浮诊方面的书记 比如诊病齐孩 五云子浮诊书 浮诊齐兰等等 我们看这中间这个五云子浮诊书 这个五云子 它就是在这个明末清初 由朝鲜 东渡日本 他把这个 浮诊 他又传到了日本 然后呢 他的学生 他的女儿女婿等等 就慢慢的就把这个浮诊 就传播开来了 随着日本一家 他对于浮诊的应有研究呢 这个浮诊 他就慢慢的形成了三大流派 南京派 上海派和浙中派 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现代浮诊真究呢 就是一种以日本 日本的这个长野宋美派 它是一种属于南京派的浮诊 为基础 结合其他腹部诊断 和现代解剖知识 临床中呢 以腹部处诊检查 诊断为主 应用多种针灸技术 治疗以呢 消除腹针 腹针也称之为内证 治病求本 整体治疗为主 对症治疗为辅的 一种开放性的 针灸 针灸 技术 技术 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这个治疗是一种 开放性的 针灸 针灸 技术呢 就说 我们虽然给大家 介绍了 介绍 复诊 怎么 出现了 故障了 没有画面 没有画面 对 他一下他又 看一个 不知道今天这会儿 怎么回事 他一下子 他就 要不然我给你放 你放给我 放完没事 我就看 看一下看怎么回事 讲也可以 就让讲也可以 老师说我这个 容量不足 我已经删了很多了 删了很多 应该是没问题了 他还是 就这样讲就可以 这样可以 我再 断了 我们再重新再来 有了 为什么我们说 它是一种开放性的 针灸 诊疗体系呢 就是说我们 这个 敷诊 诊疗 这个 体系吧 它不排斥 任何的 制造方法 我们在用 敷诊 针灸的同时 你可以把你过去 所学的各种知识 都加进来 这样呢 也让你的治疗 更有效 效果更好 所以说呢 我们说它是一种 开放性的 针灸 治疗体系 该体系呢 它成功的 就解决了 针灸 临床中的 诊疗 验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 针灸当中 有些人 他把内经的 一句话 说针压不诊 他就当成了 这个宝典 他就说 我们做针灸的 不用做诊断 哪疼渣哪 这样呢 就无形当中 把我们 针灸 医生的 这个治疗 就是这个 这个诊疗水平 当医生的 这个水平 就自我给降低了 就相当有一个 针灸降了 只要哪一疼 你再往哪地方 扎针就可以 其实呢 临床中 有的时候 哪疼渣哪 你有效 但是呢 很多时候 我们 不是 哪疼渣哪 谁叫 我没有听 好 继续啊 好 我们现在 讲啊 这个主要内容 就是说我们 复身检查 我们主要要查什么呢 对不对 好多我们 大家啊 在国内的时候啊 都是 在医院里工作过 啊 在医院工作 我们知道 我们血病例啊 我们要做啊 查体 体格查体腹部 啊 那种查体呢 是 我们西医的查体 啊 西医的这个体格查体 其实呢 我们在 做 复诊检查的时候 啊 这里呢 我们 有一 重要的一个 部分呢 就是说 我们要做中医的 复诊查体 啊 就是我们查体 这个内容呢 它属于中医的内容 啊 我们中医的 内容呢 首先啊 我们是看这个什么呢 是在根据 难经第十六难来的 啊 就是以难经第十六难 为基础的 五脏 在腹部的全息定位 啊 难经第十六难 啊 他讲了 他说 如果我们这个人 摸到一个肝脉 怎么办 怎么 你能判断 他是这个肝病吗 还不行 你还要摸什么呢 要在腹部进行处诊啊 如果在肌的左侧啊 他说在肌左有动气 按之劳若痛啊 视为肝也 哦 你说在肚脐的左侧 你摸到 这个脉搏的跳动 它称之为动气 以及呢 有压痛的时候 而且这个部位固定 那么呢 这就是肝的位置 啊 另外呢 在肌右有动气 按之劳若痛呢 这是肺的问题 啊 其中有动气 按之劳若痛呢 这是脾的问题 啊 这个脾 而其上有动气呢 就是心 其下有动气 是肾 按之劳若痛 啊 就说 在难经第十六难当中呢 他就给了我们 这么一个 关于五脏 在腹部的 这么一个 全息定位 啊 我称之为 全息定位 啊 因为他并不是 我们实际的解剖部位 啊 其实我们古人 也是非常懂解剖的啊 有些人攻击中医 说我们中医不懂解剖啊 说你看了吗 你的心 和肺 他本来都在胸腔 你们都说到在腹腔了 啊 其实呢 他不是这样 而是我们古人 在很早的时候 就表现出了一个大智慧 啊 我们中国 在这个 八十年代啊 山大的 我们山东大学的张英青教授 他提出了这个全息理论 第二章古策 啊 其实以后呢 这个全息理论啊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其实呢 这一种五脏在腹部的 这个图 啊 难经里面 他也是一种全息定位 但是呢 他这个全息定位呢 他并没有具体的 把这个 啊 五脏的位置 啊 给标注下来 比如他 他讲 他七上 心就是在七上 到底七上 哪一个位置算是心呢 啊 是在水分学啊 还是在中晚学啊 还是在九尾学啊 他没有讲 啊 所以说呢 为了更好的 定位 我们就采用了 日本的 长野松本派 他这一派 腹枕的定位方法 他们是用 穴位定位的方法 把这个五脏 在腹部的这个定位呢 给标注下来 比如我们看第二张图 啊 我们用了个绿色的啊 他绿色的就是 干的 在腹部的全息定位 啊 干的反射去 他说是在 圣经的中柱学 啊 注意的柱 这个地方是啊 以及呢 外侧的 他是到了 魏京的外灵大聚 这一片 区域 形成一个三角形的 干形的这么一个区域 而肺呢 是在七的右侧啊 魏京的外灵大聚 所形成这么个区域 而肺呢 是在 旗下 啊 这个 阴交到这个 官员 这么一个部位 啊 这是 也就是丹田的部位 而脾呢 他是包括其中 以及呢 旗员啊 这个旗员呢 就上至水分穴 下至阴交穴 两边到黄树穴 这么一个位置 啊 他这就是 脾的位置 而心呢 他就把它定在了 啊 建图下 这个 这个 丘尾 以及呢 聚缺穴 啊 他 这个范围 啊 这就是 我们 做浮诊的时候 我们首先 就要检查 五脏 在腹部的 这个全息定位 看看这个部位 有没有紧张 有没有压痛 有没有调缩 包块 等等 啊 第二个呢 检查内容呢 就是 哎 看了这个吗 大家一看都知道 就是十二木穴 啊 我也不给大家讲了 就是 大家都知道 木穴 它是脏腹精气 在腹部 汇聚的地方 所以说呢 我们通过检查 这个十二木穴 可以了解 五脏 六腹 啊 它是否有疾病 啊 就是十二木穴 啊 另外呢 我们除了这个十二木穴之外 我们呢 哎 还要检查一下什么呢 比如我们这张图啊 我们还 二的部位啊 二的部位呢 它是检查什么呢 就是圣经 在胸部 寻衅的路线 比如 二十二啊 这是代脉学区 啊 代脉学区 二十四呢 它就表示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复古人带 等等 就是说我们 除了十二木穴之外 啊 五脏六腹 啊 除了不是 五脏在腹部的全新定位 十二木穴 我们还有一些啊 重要的部位 我们需要 检查 这些不重要的部位呢 一般都是经络寻衅的部位 啊 所以说呢 这就是这个复诊图呢 哎 它就是我们 常用的 我们中医的 诊检查图 啊 另外呢 我们还要知道啊 我们临床的复诊检查 刚才我们也提到 除了我们检查中医的内容以外 你还要知道啊 相关的 我们检查部位的 它是哪一个器官 比如 你检查的一个部位 它有压痛 你要一看 哦 这是蓝尾的位置 这时候你要知道 哦 这是蓝尾炎 对吧 这个你要知道 检查胆囊的位置 莫非是症阳性 你要知道 哦 这是胆囊炎 你要知道 另外呢 它是相关的 肌肉的疼痛 哪个部位啊 肌肉的问题 你也要知道 比如 有的病人啊 看最后一张图 这是一个腰大肌 卡肌的 这些这个反应 就是腰大肌 如果我们检查 有深压痛的时候 你要清楚 可能 它是相关的腰大肌的问题 而腰大肌 它往往呢 它的问题会影响到腰痛 或其他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呢 我们在临床上 我们除了要懂中医的 知识之外 基的内容 我们也要知道 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 做一个全面的 浮针检查 好 我们下面看这个 我们这个 浮针研究的 主要特点是什么 首先呢 我们讲 它的定位非常清楚 简单易学 大家看那个 浮针图了 对不对 刚才我们讲了 五脏在腹部的定位 全息定位 十二木穴 这些穴位 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呢 它的定位非常清楚 而且呢 它简单易学 特别是呢 与这个脉疹 对比的话 可能我们群里 有很多老师 这个脉疹非常好 但是呢 不是每一个中医人 这个脉疹都特别精通 但是呢 我们浮针 你只要愿意学 就可以非常容易的 学会它 而且呢 精通它 我的有的很多学生 还有很多美国的学生 他们浮针用的 特别好 特别好 第二呢 就是诊断 以腹部诊断为主 其他诊断 为腹 就是我们检查之后 我们发现了 这个阳性体征 这个阳性体征 它既是 这个膜呢 我们检查的 一个阳性点 同时呢 这个阳性体征 也是我们的 腹部诊断 我们就说 我们 浮针 并不像我们传统的 中医诊断一样 我们检查完了 然后四诊合餐 再变出 这个病的人 他是有肝身阴虚啊 他是这个 心火上炎 肝血余脂啊 我们不这样做了 我们不需要 再这样辨证了 而是呢 直接 诊断之后 就是 发现了腹症之后 我们就可以 直接做治疗 直接做治疗 怎么诊断 做治疗呢 我们的 就是诊断之后 第三 治疗就是 以消除腹部的 阳性体征 整体治疗为主 我们 治疗的目的 就不是 我们过去 我们大家 所学的那样 直接 头疼治痛 脚痛治脚了 而是呢 以消除腹部的 这个阳性体征 整体治疗为主 而这个阳性腹部的 这个阳性体征 我们称之为腹症 在那岸经里 称之为内症 内症呢 它只有一个 而 由这个内症 所产生的 各种外症 以及外在的症状呢 会有很多 所以说呢 我们治疗呢 治病求白 我们就针对 它的内症来 啊 正体治疗 其他的呢 对症治疗呢 是为腹的 第四呢 临床治疗 以远端治疗 消除腹症为主 局部对症治疗为腹 啊 就是说呢 我们治疗的时候呢 一般呢 首先呢 是取四肢的穴围 啊 来治疗 啊 通过远端的治疗 来消除腹症 啊 就是说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 我们扎好远端的一个穴位 比如 我们消 肝反射区的压痛 我们取左侧的 中锋斥则 我们扎好针以后 我们再回头去检查 这个肝反射区的压痛 看看它有没有减轻 如果 它没有减轻 那么呢 就说明你这个针 没有扎准 或者呢 还有其他的问题 你没有 发现 啊 需要解决 啊 如果你这个穴位取得非常准 那么呢 你仗针 立马去检查 刚才有压痛的 肝的反射区 那么呢 这个疼痛会 立刻减轻 有的呢 完全消失 啊 另外呢 我们还重视揣穴 啊 精准治疗 啊 你只有揣穴揣得准 你才能把这个腹症消掉 啊 你 穴位取得不准 那么呢 你这个 腹症啊 你是消不掉的 啊 再一个呢 我们重视 寄网病史的治疗 啊 特别是寄网病史 大家不要忽视 啊 不要忽视这个寄网病史 我们过去在医院写病例 啊 就写了 线病史 寄网病史 等等 好多时候呢 就像做流水障一样 其实呢 这个寄网病史 他 我们通过这个腹症检查的时候呢 往往会发现 很多腹症 他与现在病史 他不是现在病史造成的 而是呢 寄网病史 遗留的问题 啊 当你给病人讲的时候 病说 我来就治疗这个 颈椎病的 我来就治疗 肩胸炎的 啊 我和过去这个病没有关系 我过去的病 我吃药一点事也没有了 大家你听了吗 他吃着药了 如果他不吃药呢 他这个病会爆发出来 啊 所以说呢 这个寄网病史 就像隐藏在我们身体里的 就是敌人一样 啊 有特务 在那里隐藏着 他隐藏的这个特务 当你有新的疾病的时候 有线病史的时候 你要 特别是呢 有些病人 啊 他 这个病 哎 病了 很长时间 经历过很长 很好多的医生 来治疗 或者你给他治疗很多次了 需要过 哎 就是不理想 就是不能彻底治愈 这个时候 你要考虑一下 为什么 很多时候 是因为 他的既往病史 你忽略了 啊 如果这个时候 你先把他的既往病史 给他治疗一下 让他隐藏在身体里 影响着 腺病史恢复的那些因素 先给他清理一下 那么呢 我们的身体 你再治疗腺病史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会 能够更好的调动 我们自身的这个预疗功能 把腺病史给治疗好了 所以说呢 大家在临床中 以后 你不管你用不用 服诊针究治疗 一定要 关注一下 患者的既往病毒 再一个呢 服诊可以提前治疗胃病 我们 常讲 中医可以治胃病 服诊 可以提前 一到两年 诊查到 患者 他是否要发病 这里呢 给大家 稍微提一下 就说 我们的疼痛 在我们服诊针究当中呢 我们就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患者 他能够感觉到的疼痛 一类呢 是我们通过触按 触压 发现的疼痛 什么情况下 患者他能自己感觉到这个疼痛啊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什么情况下 是当我们身体 某个部位 他损害到一定程度之后 我们的身体 对我们大脑 这个司令部 他发出的一个警报 告诉你 你这个地方已经有病了 有问题了 你需要找医生来治疗了 还有很多情况下 患者身体已经开始 有了这个 不同 层次的 这个功能的损害 也就是正在从量变 到质变的 变化当中 这个时候呢 他身体 没有发警报 他自己没有感觉的疼痛 但是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去做浮诊 检查 你轻轻的阴暗 有的患者就疼得嗷嗷叫 他说 我过去我身体都很好 怎么是这个地方这么疼呢 因为他即将要发病 如果我们忽视了 这些检查 你就不能够提前发现 他即将要发病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提前来 判断患者 是否有这个胃病 有即将发作的疾病 而不是我们现在国内讲的 治疗胃病 都是成了吗 那就是吃高方 宝剑啊 等等 你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 你光吃些宝剑的东西 他有用吗 他不能对证 不能对证 就像我们讲 扁确在建蔡桓公的这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 如果扁确 虽然他非常的高明 他一眼就看见蔡桓公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如果你想 如果扁确见了蔡桓公 说要大王 来我看一看你这个 我给你检查一下你这个身体 看看你最近身体健康的情况怎么样 一检查 肚子 他嗷嗷的叫 疼着 他就会告诉他 大王你看了吗 你这个地方可能有问题了 会出现问题了 赶快点 治一下吧 如果蔡桓公 他自己体会到了这个疼痛 你说 他愿不愿意 让扁确给他做治疗 他一定愿意 对不对 而不是说 你一看他 你告诉他他有什么病 他自己感觉良好 你再说他也不相信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扶诊 这个作用 非常大 可以提前治疗胃病 可以用它来治胃病 不仅可以治疗 已经发生的病 还可以治疗过去发生的病 以及呢 来治疗胃病 你看 我们这个扶诊认究 是不是 作用非常大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扶诊认究治疗的优势 它有什么优势 扶诊认究治疗呢 它是集诊断 治疗 验证 三者合一的治疗 每一个 或每一组辅征 都有一个 或一组对应的治疗穴位 我们会给 告诉我们的学员 一组对应穴位 所以说呢 当我们通过处诊检查 发现了某一辅证后呢 就知道 应该用什么穴位来治疗 而且呢 无论任何疑难杂症 只要有辅证 我们就可以有力放适的治疗 并取得疗效 而且呢 通过相应远端穴位的治疗呢 往往是立肝见影 不准症忧呢 我们边症忧边检验 医患双方呢 都能够知道 治疗的效果 便于 医患沟通 取得患者的信任 辅诊真究呢 还可以治疗未诊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下面呢 我们讲一下 这个辅诊真究 治疗体系的 常规治疗策略 第一步 都是要以远端治疗 来减轻或消除 腹部处诊检查 所发现的辅证 看到这么第一步都整 特别是呢 肝反射区 肺反射区 中弯反射区 肾反射区的丫头 第二步是减轻 或消除与主速相关的特殊复诊 第三步是针对遗留的问题 对症治疗 在对症治疗的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加上 过去自己所学的各种知识 而把遗留的这些问题呢 给它彻底的消灭掉 当然对于患者的病情 与寄网病史有关系的 我们还要注重 对寄网病史的治疗 这就是我们 服诊诊疗的特点 就是治疗辅证 由于腺症 治疗寄网病史 由于腺病史 大家在临床中呢 要记住 有时候我们 治疗辅证 它比治疗 这些症状重要 治疗寄网病史呢 它比治疗腺病史还重要 好 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 举几个例子 看一看 我们 病床中呢 是如何应用 这个 妇忍针灸呢 做治疗的 做妇忍 你看这个病人 他是一个 更年期综合症的病人 我们检查 从上往下 你看一 这是什么呢 刚才讲了 这是心脏的反射区 九尾学区 九尾俱缺学区 这个地方有牙筒 第二呢 是中晚学区 有牙筒 第三 标的 这个地方呢 是肾上腺反射区 第四 这是肺的反射区 五呢 肝的反射区 六呢 这是肾的反射区 就是说 我们通过 我们的 肤诊检查 我们就发现了 患者 有这么多部位 有牙筒 所以说呢 我们的治疗 怎么治疗 我们就是根据这个腐针 来取血 来治疗 所以说 我们查完了之后 我们不需要再做 中医的 中医 脏腑辩证 六经辩证 这辩证 我们都不需要了 我们就是根据腐针来 看下面 第二步 就是根据腐针 真实治疗 腐诊真究的 腐诊治疗的 最大一个优点 是什么 就诊疗一体 有腐针 就有相对应的 治疗穴位 于是呢 根据第一步 检查的腐针 疑似针刺 左侧的中锋 齿则 左侧中锋 齿则 我们就需要什么呢 干的反射区 双侧的免疫穴 免疫穴呢 就是在这个 基本上手三里附近 我们去寻找 这个压痛点 我们称之为免疫穴 用它呢 来治疗 这个肺反射区的压痛 双侧的胃气线 胃气线呢 什么叫胃气线 就是在胃经 与颈骨前肌 它之间 我们去寻找 这个 结节 寻找这个凹陷 以及的痛点 来针刺 我们称之为胃气线 另外呢 我们针了双侧的 赵海舒服 为什么针赵海舒服 因为患者的 肾反射区 有压痛 因为患者的 肾上腺反射区 有压痛 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用 赵海舒服穴 来治 我们还可以 又取了双侧的 太白内观穴 这是需要什么呢 九尾穴区的疼痛 你看 基本上 这些五脏的 问题 我们 就都给它治了 对不对 来消除了 刚刚检查所发现的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就取了这个穴 我们为什么取了这个穴 因为 前面我们发现了 这些阳性的 腹症 所以说呢 我们要取这些穴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治疗呢 就像一个 标准化的治疗一样 就是傻瓜这针刺 有这个腹症 就 就我扎这些穴 这是套路 第三步 就是采用了 官员 深层下压 制热法 很快 患者就感觉腹部温暖 热感上传至 颈肩部 然后呢 全传遍全身 而且呢 热感 油 而且呢 它感到热油前 贯穿到腰背 非常舒适 患者 虽然是这个 更年系综合症 它有潮热 倒汗 怕热 但是呢 这种油自身内在的因素 产生的温热感 却是让病人感觉到 无比的舒适 因为患者有 肾虚的问题 它就 这个 阴虚 肾 阴虚 肾水不足 它不能制约 心火 心火 心肾不焦 所以说呢 它上面是热 下面其实还是一个虚的 所以说呢 我们用了这种 官员制热的方法 让他身体 温热 下面 虽然患者 他平常 他不是怕热的啊 屋里 他都弄得 开着窗户 但是呢 我们这种 让他的这个温热 自身体内 内在而生的 这个温热感 让他感觉到 非常的舒适 第四步呢 我们就 硬膛 持续上调 浅次之凉 一会儿呢 患者就感觉到 头部凉爽 而且呢 两岗下船至胸部 这样呢 患者就感觉到 头胸凉爽 腹部背部 四肢微暖 凉热 交融 阴阳平衡 从而达到了治疗的目的 看到这个病例 我们先通过 服诊治疗 把影响 身心肾不交的 这个病肌的 这个阻塞的 这些问题 给他解决了 为什么患者有 这个更年期综合症 就是因为 中胶有余阻 然后呢 他造成了 这个心肾不交 震水不能制约 心火 心火上炎 超了导汗 而我们这种方法呢 就 一下子把他的所有的问题 都解决了 患者呢 让他达到一个 阴阳平衡 从而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按这个例子 第二 患者女五十六岁 因注射疫苗 出现又下肢无力 肿胀 疼痛 脚麻 六个月就诊 患者既往体健 今年三月份 注射疫苗 在牛津疫苗之后呢 出现 右下肢无力 肿胀 疼痛 脚麻 走路不利 并伴有 手握笔不能写字 并恕有头晕 机院就忍医生怀疑是 格林巴黎综合症 而未在注射第二针疫苗 疑医院神经科 专家等待中 未做特殊治疗 因朋友推荐而来针医用治疗 这种病人 当时呢 我也没见过 我也没治疗过 疫苗后遗症 这是第一例 所以说你们有久见过 你没有治疗过 你就不会治疗了吗 不是 因为 如果我们 学了 浮诊真疚就知道 无论任何疾病 越复杂的疾病 其实呢 我们用浮诊真疚 来知道我们治疗呢 用浮诊真疚 效果更好 我们查起 双侧的颈部 略紧张 双侧胸缩路随其压痛 双侧的神风神藏 还是肾经 在胸部寻生的部位 弹中穴 有压痛 两个加号 右下肢仰卧上台15度 左下肢正常 不诊检查 纠纬中晚学区压痛 三个加数 特别压痛 特别疼 另外他的双侧复复复韧带压痛 一个加号 看了 我们通过检查 就发现了这些问题 所以说呢 我们的治疗是什么呢 那就是针对这个腹 腹征来 所以治疗 根据查体的腹征 针 双侧的位置线 因为他中晚区有压痛 我们还有针了什么呢 腹瘤 阴灵气护 因为他腹骨 韧带有压痛 所以我们要扎这些穴位 四足 秋须 因为他 胸缩鲁足肌 有压痛 看到吗 就完了 对不对 我们检查的问题 我们就用完了 用这些穴位 治疗中 患者数 右脚趾 较前有感觉了 留针30分钟后起针 让患者抬腿检测 几乎接近正常范围 让患者惊喜不已 看到了吗 第二是让患者俯卧位 继续松减 静诊部 之对症治疗 留人15分钟 结束治疗 起床后 患者敢右下肢 叫前有力 叫麻 明显减轻 走路也不再 步履攀山 又让患者写字 虽然 仍然写得不太有力 但是自己已经能够 控制笔写字了 开始是我带他 天下的病例 他自己写不了 大脑不能控制手 写字 最后患者再次感谢 高高兴兴的 约约了下次 治疗离去 大家看看他这个 有一个视频 正常的 正常的腿 大家看到吗 他右腿 抬不起来 也就是10度 至5度吧 看治疗后 就30分钟 好 一些 正常的腿 对 有继续 有心 看个小伙吧 我们治疗的时候 并没有针对患者的 下肢不能 哎呀 脚麻 我们并没有 针对这些问题来做治疗 而就是针对的辅征来做治疗的 但是呢 大家看这个效果 非常的明显 写字 也能自己写字了 对吧 我也没有单纯的 就他的大脑 能够控制他的手 都没有做 就是消了他的辅征 就达到了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再看一个病例 这个顽固性失眠的 患者男流83岁 因生带肿瘤放疗后出现全身紧张 不痛 脚头不宁 致不能睡眠6个月 于2019年8月24日纠诊 肌网有高血压病史 双侧宽关节致患术 致患手术室 小中风病史 插体呢 生带处肌肉略紧张 但无压痛 患者 他说来的时候 因为生带肿瘤放疗后呢 他出现了这些症状 但是呢 我们检查 他生带处肌肉只是略紧张 没有压痛 左侧胸脏乳头肌 他是遇到紧张的 腹宅 九尾区 九尾学区 中晚区 免医学区 也就是肺的反射区 医学区 也就是肝的反射区 双侧腹孤带丫痛 并且整个腹部的肌肉紧张 但是呢 我们查其发现的这些问题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 怎么治疗了 看到吗 治疗 以消除腹症 治疗内症 加镇静安身为主 第一呢 先按腐穴对应 取了左侧的中锋 尺泽 我们讲了 已经讲过 提了好几遍了 对吧 中锋尺泽 叫什么 肝的反射区的丫痛 也叫瘀血反射区 双侧的首三里 这个部位呢 就是免疫反射区 肺的反射区的问题 治疗 胃气腺 治疗中外反射区的丫痛 腹瘤 银领气护 又提了一遍 就知道吗 不顾认带的问题 下着以后呢 再去检查腹征 腹部的压痛 已经明显的减轻 腹肌变得松软 第二步呢 又扎了一个硬糖 硬糖穴 其实呢 它具有非常好的 镇静 安神的作用 在董事齐血里呢 它称之为 这个呢 镇静穴 镇静穴 对吧 它可以镇静 然后呢 持续治疗针法 吸睁 让患者闭目休息 十分钟后 再去查看 患者已然 汗神上气 我们的腹诊针灸呢 对于治疗这个失眠呢 效果就非常好 今天呢 我还在我们 山东 中医海外 效果群的发了 一个 北京的 七夕级的 试解的 一个病例 它也是 虽然 七夕级的试解 已经 六十 六十多了吧 但是呢 他还是 活到老 学到老 跟我学习 然后他也是 这个用 复诊针灸 战患病以后 患者 腹症外消失了 然后躺着 活活就睡着了 就是他 治疗失眠非常好 我有一个学生 新疆的 他的病例 他用复诊针灸 治疗 失眠 太棒了 好多病人 他之前 治疗之前 都是只睡两个小时 但是呢 他用了 复诊针灸之后呢 换人 基本上都能够 睡五六个小时 有的人呢 还会睡得更长 所以呢 就是 我们这个方法 还治疗失眠 效果也非常好 你不去了 那你去吃 再举个病例 这个病例呢 是腰痛糖尿病的病人 男二十六岁 因疲劳腰痛多年 于2018年4月21日救人 伴有胃婉 胀痛 便秘焦虑 大家看啊 寄网病史 寄网有一型糖尿病史 长期胰岛素治疗史 所以说呢 患者来了以后 腰痛来的 当时呢 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在母亲的陪伴下 住着双拐进来的 好 躺在床上 我们做浮诊检查 中腕区紧张压痛 水温区紧张压痛 右关门学区压痛 身上线反射区 两个压痛压痛 中度压痛 西海关原区压痛 两个加号 左侧复复扔带压痛 一个加号 左侧袋脉学区 紧张压痛一个加号 这个加号代表疼痛的程度 而背部检查 只在腰四的水平 左侧椎旁 到卡基最高点压痛 一个加号 右卡基最高点压痛 一个加号 双侧的匹疏 胃疏 学区 肌肉紧张压痛 就是这个病人来了以后 我们通过查体 发现 虽然他 以腰痛来的 而显得主持双拐进来 但是呢 我们 在腰部的局部检查 其实他腰痛 并不是特别的严重 另外呢 他的辅征 关于造成腰痛的这个辅征 也不是特别的严重 比如这个 腹部韧带 代脉学区的压痛 都是 非常轻的压痛 但是 患者 糖尿病的压痛 辅征 辅征的压痛 特别明显 这又提醒了我们 患者的这个腰痛 可能是 糖尿病 的 并发症 糖尿病腰痛 大家查一下 这个西医诊断 就有这个病名 而且呢 患者腰痛多年 他为什么 腰痛这么多年 他一直没有好 对吧 他就 很可能就是有糖尿病的原因 而糖尿病 他造成的这些 辅征 他影响着 他这个腰痛的恢复 所以说呢 我们通过查体之后呢 我们在脑海里就形成了一个 一个思路 就是说我们治疗的时候 要先治疗 既往病史 然后再治疗 腺病史 就先治疗糖尿病 就是我们先取了一个 治疗糖尿病的穴位 太白穴 脾经的太白穴 你就揣太白穴 就刚刚揉了十多下 我们回过头去再检查 这些腹部的痛点 患者的中腕 水分 关门 肾上腺 气海关系疼痛 明显的就缓解了 这就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诊断性的治疗 我们诊断性的治疗 不是说 给他吃上药 再去判断 给他扎好针 再去判断 我们通过揣穴 我们就可以判断 他的这个问题 我们的思路是否正确 只要我们揣穴能够减轻 患者需要治疗的疼痛的 百分之三十 或三十以上 这就说明 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如果你再扎好针 他的疼痛至少能够减轻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看 这个患者 然后扎好针了 双侧的赵海舒服 下针后 太白赵海舒服 下针后 中丸水分 关门 身上线学区 关元气海学区的疼痛 完全消失 患者感肠明 整个腹部轻松 但是按压仍然有紧张感 第二 第二步 真左侧的气候浮流 免疫血 进一步减轻腹部的紧张感 以及左侧带脉 浮沟韧带的疼痛 留针二十分钟 患者改 腹窝位 检查腰痛 已经消除 但是呢 匹书未书 处呢 仍然进入紧张 其实呢 他的这个 匹书未书的这个问题呢 他还是糖尿病 的问题 于是呢 局部诊次 留针二分钟 治疗结束 患者感全身轻松 无不适 大家看 对吧 就说 再一个呢 大家看这几个病例 四个病例了 你又要清楚 就说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复诊阵医的时候 并不是 所有的穴位 一下子都给你扎上了 对不对 你都扎上的时候 你又不知道 你哪个穴位起效 哪个穴位没有效 而是呢 一组随组的穴位 在扎 边扎边检验 这样呢 治疗长了以后 你就知道 哪个穴位 你扎上 他一定有效 有时候 你再不去检查 患者的这个腹部了 扎上症之后 因为你知道 你扎上症之后 他的这个腹部的丫头 一定会减轻 因为你也有经验了 刚才我们讲了 主要一些内科的疾病 一旦杂症 我们在临床上 大家可以讲 就是我们临床上 常见的一些 肩中炎 颈椎病 其他一些问题 就这些病 不是内脏的病 我们可以也用服诊 当然 我们也可以用服诊 来指导我们进行治疗 我们看这个病人 这个病人 这是一个游客 进来 我一看到 这服务人收的 能不能给他治啊 你进来一看吧 你看 侧举不行 往前也不行 对不对 他受限 你看 后背也不行 所以说 这时候 因为不能躺 但是呢 这种情况 好多的病人 他是什么呢 他是代脉学区 这个地方会有压痛 大家看 等一下 带脉学区 这个地方扎了两人 其实呢 有时候这个 肩的病人 给大家多说一下 就是说 好多肩的病人 他并不仅仅是 他 肩的问题 他是 好多问题 他是什么呢 他是因为他的 这个 腹外歇肌的问题 你这个地方一摸 手一掐 一把抓回去 你就快感觉到 这个手底下的 这个紧张的 腹外歇肌 像钢丝一样 有的呢 就是比较粗 有的病人呢 我们扎一针 他就管用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腹外歇肌 他是起于这个 肩胸 这个肩骨的 第五 第八 八九十十一十二 然后呢 他终止于这个 恰击的 内上缘 最后呢 形成了浮骨韧带 有时候呢 他只是一个基数 有问题的时候 他你可以就这一条 有的时候呢 他两个基数 都有问题了 你一抓 他可能就是说 哎 比较粗一些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扎一针 我们也可以扎两针 你看这个病人 哎 就扎了两针 他为什么 他这个 不外歇肌有问题 他会肩也不行 因为他往上连着是什么 连着胸大肌 是吧 往后 背阔肌 他都与 肩关节的活动有关 所以说呢 好多这个病人 肩的病人 你只能按照 治疗肩的效果 过好的时候 你不要忘了 去检查一下 他的腹部 特别是呢 这个腹外歇肌 就整个侧腹肌的 这个部位 治疗这个部位 往往呢 哎 效果也会非常好 看到吗 扎完之后 也就半个小时吧 再举胳膊 胳膊我一直也没扎 就扎了这个 代卖血气 就是腐外歇肌有两针 大家看 这个效果 看到吗 效果好不好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患者来了之后 你只要检查 他有 他这个局部的 这个什么呢 尖锈肌群的疼痛 不是你尖锈肌群的损伤 为主的 也不是关节完全 粘连的 只要他 这个 侧腹部 这个腹外歇肌 有问题 治疗 效果一般 都非常好 扎完之后有效 你看 这个病例 这是讲的 治胃病 中医治胃病 来了这个病人 那天他陪他妻子来 针灸来 他妻子第一次来 我也一块针来吧 给他针 我问他你有什么病啊 他没有病 他身体非常好 你这时候 你怎么给他扎 身体非常好 对吧 你要随便给他扎针 人家不问你吗 你为什么会扎这里 你得解释 但是呢 我们可以做复诊 刚才我们讲了吗 是吧 复诊可以 诊断患者 一到两年之后 又发生的病 我们去检查 你看他了吗 肺的反射区 肝的反射区 身上线反射区 两侧的 代脉学区 服务润带 有问题 你这个时候 他患着 这个辅证 他一定过去 扭伤过腰 没有完全恢复 你问他 他是过去 真是扭了过 但是呢 他是没有完全恢复 另外呢 还有肺的问题 肝的问题 你找到这些辅证之后 那么呢 我们治疗 就有目的了 所以说呢 就是 按照辅证的对应 来治疗 看了吗 这就给他针 左侧的中锋尺则 右侧的 这个免疫穴 另外呢 还可以给他看 可以扎上这个 赵凯树伏 双侧的 因为 两侧的这个肤瘤 阴灵气祸 你扎上这以后 再去检查患者的辅证 没有了 患者又非常高兴 这样呢 这样呢 我们也阻止了患者病情的 进一步的 这个由量变 到质变 最后呢 给大家再说一句 为什么我们要用浮诊 指导针灸治疗 并据难经理论 五脏有疾 六腐备瘀 任何疾病 几乎都会在腹部检查 发现瘀足的部位 腹症 内症 这些腹症 可能是造成 县症内在的原因 也可能是 影响县症 不能及时康复的原因 因此 我们对于 所有患者的诊疗 首先就是在腹部 相关的部位 做处诊检查 来发现 阳性体征 然后呢 在远端取血 通过针刺治疗 来消除这些腹症 这样就可以达到 治愈腺症 或促进腺症恢复的目的 特别是对于那些 经传统治疗 局部治疗 未能显著起效的患者 使用浮诊真忧呢 往往会起到 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就是这些腹症 可能是造成 我们 县症的直接原因 也可能呢 是影响我们 县症恢复的原因 无论哪一种原因 我们通过 这种 浮诊 针灸的治疗呢 对于我们 县症的治疗呢 都会起到一个 非常好的效果 如果这个腹症 它就是直接导致 我们县症的原因 那么我们把腹症消了之后 你县症 你不用治太好了 如果它是影响我们县症恢复的原因 这个腹症 那么我们把腹症消了之后 你的县症会跟着 有减轻 但是呢 它不可能完全 这个时候 你再针对 县症 用你自己过去所学的这些知识 加进去治疗 你就会发现 过去 你可能用 十分力 才能治好的 这个症状 现在呢 你轻轻的一次 用了 两分三分的力 这个症状就完全好了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大家学了 腹诊 针灸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过去 可能你的 临床疗效都特别好了 都达到了 百分之九十了 疗效 但是呢 你再想往 上再提高一步 很难 但是呢 你加上腹诊 针灸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的疗效 一下子从九十 可能跳到百分之九十五 你就有一个 非要 好 这是一个结束语 让腹诊针灸 重新引起世界各地 终于同人们的重视 让腹诊针灸 重新回传 祖国大陆 是我今后的工作重点 如果大家喜欢腹诊针灸 可以加我微信 大家共同学习 谢谢大家 这就是我今天 主要给大家 介绍的 也是快一个小时了 大家看看 还有什么问题吧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问 我有问题 我可以访问 我可以访问